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冷秋仍旧不是他的对手 但他还是逃了 且临走前还拼尽全力给了赫连池一额眉刺 也许在他心中赫连池的危险要远远大于这三兄弟 就在过山峰再次暗算赫连池随即逃走之后 满云天也发出一声惨叫 如果说过山峰输给肖冷秋是大意 那满云天就是太大意了 满云天虽然一只手无法使用 但从一开始就没将金与龙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心是自己伤不了金与龙 金与龙也不可能伤得了自己 毕竟他们两人之间悬殊还是不小的 而且金与龙从一开始就被他的浓物所笼罩了 可他忽略了三兄弟身上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这三个家伙都敢拼命 而且都善于拼命 光拼命是不行的 命只有一条死了啥都没有了 所以还必须要善于拼命 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最大的伤害 才是拼命的主要目的 金与龙为什么忽然玩命了呢 他在浓物之中看不到外面的战况 他听到萧冷秋先是背书又接连泡汗出声 他以为萧冷秋遇到了危险 这是正常的反应 因为论实力 萧冷秋明显是比过山峰差一大截的 所以金与龙急眼了 一着急就用起了不要命的打法 他忽然不动了 既不防守也不反击 只是在满云天掌风邪道的时候避开要害 但却被接连击中两掌 这两掌虽然已经避开要害 可满云天的掌 那是轻易能挨的嘛 两掌一中 金与龙就感觉猴头一甜 哇的一声 直接喷出一口咸血来 满云天一见大喜 他只当金与龙是反应迟钝 接连中自己两掌 必定中伤 吃个便宜可是不减白不减 力气再度闪身而上 身形一闪就到金与龙的背后 又一掌对金与龙的背后打了上去 可这一次 却上当了 金与龙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挨上两掌 就是要让他放松警惕 只要他一上当 金与龙的机会就来了 果然后背扇起一道进风 金与龙依旧装作没有察觉出来的样子 以后背对着满云天 用身体遮挡住满云天的视线 悄悄地将长剑夹在叶下 剑剑不露 不让满云天看见 一直等到掌风快打到自己后背上 金与龙却忽然装出惊觉的样子 急忙身形往旁边一移 让那掌风索对的位置 正对着自己的叶下位置 这对满云天来说是无所谓的 打哪里都是打 无非是一掌不中要害 再来一掌就是 但他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立即一掌就拍中 金与龙的叶下位置 就在掌风拍中的一瞬间 金与龙猛地用了一插 剑从叶下传出 一剑就刺在满云天的手掌镇上 刷的一声 直接刺了个对船 满云天顿时大惊 惨叫一声 立即一艘手掌冲了回来 闪身站到一边 举手再看 手掌中间已经被动船 鲜血淋漓 他原本就被杨子打坏了一只手 一直都是一只手在用 可这只手又被金与龙刺船了 还留下来有什么用啊 所以满云天一看清楚自己的伤势 立即转身就走 几个起落已经消失在密林之中 这样一来 局面顿时就逆转了 原先是三兄弟对阵三只老狐狸 不论从阅历还是实力上 三兄弟都处在明显的下风 可随着过山风大意之下 被肖冷秋所伤败走 满云天也紧跟着受伤逃走 反而变成三兄弟对阵贺连池一个人 贺连池之前就被过山风暗算过一次 内伤未愈 刚才又被过山风捅了一额眉刺 正在腰眼上 受伤不清 满云天再一败走 他当然不想留下 立即闪身也想逃走 可他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太过轻视三兄弟了 就在他被过山风暗算 后退之时 阳子已经扑了上去 根本不让他有逃走的时间 一下子就抱住贺连池 猛的一攻腰 将头往上一顶 正好顶在贺连池的下巴之上 贺连池还压了一声 差点将自己舌头咬断 随即阳子一抱一摔 竟然将贺连池生生地摔在地上 贺连池一被摔在地上 顿时就是一愣 急忙一抬膝 就顶在杨子的腹上 想借机挣脱 好起身逃走 可杨子却硬挨了一气 愣是没有松手 不但双手死死抱着他 双腿也缠了上去 一下子夹住贺连池的一条腿 同时一口咬在贺连池的肩头 贺连池疼得失声惨呼 他不明白杨子怎么忽然变了个人似的 这种近身缠斗是最凶险的 一般没把握的人绝不会这么做的 但偏偏杨子这么做了 而且还完全是一股不要命的气势 更让贺连池绝望的 是萧冷秋已经将蛇行刃复原 金与龙也随着满云天败走 冲出了浓雾 两兄弟一起向杨子这边冲了过来 贺连池被杨子死死缠住 一见这情况再不出狠招不行了 当下将口一张露出口中一根黑油油的小管子来 猛吸一口气对着杨子脸上奋了一喷 子母追混丁 贺连池的拿手绝学 可杨子已经见识过了 杨子也许实力不够强 可他的反应却是最快的一个 就在贺连池口味一张的时候 他已经忽然松开了手 一只手握成拳 一拳就打在贺连池的嘴上 随即就躺在地上 身体往前一抢 一下凑到贺连池的耳边 咬牙切齿地说 你可还记得 你就是在地上伤了苗凤凰的 你怎么伤得他 我就怎么还给你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演播的 长篇悬疑小说《探龙》 下集更精彩